好,毕业季节是越来越近了 为了让孩子们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休林乡令幼儿园的孩子们 是特地穿着泰鲁阁族的传统服饰 为大班的孩子们拍摄毕业照 也让他们在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学校生活 留下珍贵的画面 休林乡令幼儿园200多名的大班小朋友们 穿上泰鲁阁族的传统服饰 坐在台阶上和秘书潘美莲 园长刘真透以及全校老师们 拍下人生第一张毕业照 对即将毕业的孩子们来说 这也是准备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毕业照,对,我们五班的幼儿园 全部大班的毕业照 团体照 那就是祝福小朋友毕业是不是 对啊 马上就要生国小一年级了 所以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能够节节高升 要升到大学毕业 五个班级除了大合照之外 也分别拍摄班级照 在专业儿童摄影师的指导之下 小朋友们喊着口号 百换知识 记下每一个可爱的模样 而园长女争透也提醒村民相亲 家中如果有接领住院的孩子 休林乡令幼儿园也宣布 招生相关讯息 请密切注意休林乡公司网站 以及脸书粉丝的最新信息 记得请搜索 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